我們重新開 如果你沒有辦法上線的或連線的話 一定要來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我們重新開 我們接著稍微再講一下 好勝心很強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教養而來的 我們有沒有犯四種常見的NG的巨型呢 第一種NG的巨型 我常聽到很多的父母是這樣子教 聽起來也很合理 你要生氣的話就不要玩 你要玩的話就不要生氣 有沒有這樣子講呢 那我剛才講的是 這一個為什麼我覺得不太對 因為這叫做封鎖情緒型的巨型 什麼叫做封鎖情緒型的巨型呢 就是你要他在玩的時候不准動情緒 不要有情緒 可是玩的時候明明就會有很多的情緒啊 怎麼會下一個不能有情緒的這樣的一個命令呢 所以該怎麼樣對孩子講呢 其實你可以跟孩子講 如果你忍不住你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你忍不住要打人你就不要玩 這個是在教行為 而不是在控制情緒 所以情緒一定要有一個出口 這樣子的教法就比較對了 那另外還有就是 在這種大原則之下大家修正一下就好了 譬如說跟孩子講說 你如果生氣尖叫就不要玩 然後平常再去跟他講 因為你生氣尖叫會影響到別人 會吵到鄰居會吵到同學 OK你生氣尖叫就不要玩 或者是你生氣動手就不要玩 因為你會讓人家不舒服 或者是你生氣丟玩具 或者是你破壞東西 那你就不要玩 這些教法都對 可是跟孩子講說 你生氣就不要玩 這句話差了一點點就會差很多 所以你們有沒有犯第一個NG錯誤的類型呢 有的話自己來跟我講一下有沒有 所以來趕快上線 我要往下講了 好第一種NG的劇情 為什麼不可以 好勝心很強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教 好來 有斷線嗎 還是有人斷線 現在還是有人斷線嗎 還是都很OK 來給我們一些feedback 讓我們知道說有沒有在斷線還是沒斷線 現在是part 2 已經是第二段了 前面我稍微引言一下下 大家都可以去看第一段 然後再看第二段 好不好 這是part 2 第二段 我們第二段要教方法 第二段要教怎麼樣的溝通 我們第二段要教方法跟怎麼樣的溝通 第一個我們先避免 避免掉 如果你沒有聽清楚的說 但是你看完以後就說 我真的常講生氣就不要玩 然後呢要玩就不要生氣 這到底有什麼錯 聽起來都很合理啊 你就再多看一下囉 所以叫孩子生氣就不要玩 這根本就做不到 那下一次再做不到的時候 你只是更生氣而已 教的人也會很生氣啊 你說對不對 教的人也會很生氣 所以你以為是在提醒 所以根本就沒有跟孩子的挫折去對焦到 我覺得這個就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第一點我就顛覆大家的 平常的教我們一些行為了 孩子書是可以生氣的 請你把它筆記下來 孩子書是可以生氣的 但是你要教他不要生氣之下 書了生氣之下 不要有什麼行為 你要教行為 你不可以封鎖他的生氣 你不可以封鎖他的生氣 好不好 1637位爸爸媽媽 趕快進來我們的part 2 趕快進來我們的part 2 因為我們part 2要教很多很多的方法 第二個NG我們快速帶過 書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講過1700位爸媽媽有講過的話 自己來舉手一下 第二個 書有什麼關係有沒有講過 有沒有講過這一個類型的話呢 這一種類型的話 我跟各位講 書有什麼關係 或者是那種大家都會書啊 書有什麼關係呢 這1827位爸爸媽媽 來我們稍微討論一下喔 趕快進來討論 因為我覺得這一集叫做交輸贏的觀念 你真的覺得我們過去真的有在交對輸贏嗎 我覺得真的沒有交到他們 這個是我的觀察 這個叫做什麼巨型 這叫做不能體會巨型 好你寫下來 不能體會巨型 什麼叫不能體會巨型呢 孩子在玩遊戲 或者是在競賽的過程中啊 他們的焦點其實都很小 他們的那個focus他們那個spotline都很小 他們都只有在意在那個結果 跟在意在那個目標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有喔 這就是孩子喔 這就是孩子喔 那他們不會全面的去看這一場比賽 或者是全面去看這一個遊戲 他也不會放輕鬆 你說玩遊戲就應該要輕鬆 這不過是個遊戲 我才沒跟你當作遊戲 我們每一場都把你當作是比賽 這就是孩子 所以這是跟 這個是跟心智成熟度上面是有關的 因為孩子的心智還沒有成熟 所以他就會把每一場都看得很焦點 很重要 然後縮小那個美光燈去看這一件事情 所以當你說出書有什麼關係的時候 哇那是完蛋了 你知道嗎 因為孩子的心裡面會產生一種 矛盾跟衝突的這種感覺 然後接下來進一步就會有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他進一步就會有一種 你根本都不懂我的感覺 可是因為孩子還小喔 他年紀還小 他不會說 沒辦法說出這種感覺 可是孩子是敏感的 孩子因為是敏感 但是他沒有辦法說 說得很仔細 所以呢 他就會變成很多很多的情緒 當你說出書有什麼關係的時候 他覺得你根本就不懂我啊 好這個時候就會很多很多的情緒 所以爸爸媽媽你們有沒有聽到呢 有爸媽問我說 請問亞斯特質是不是好勝心也很小 是 亞斯特質的孩子啊 他的那個spotlight特別小 就是他的那個美光燈跟焦點特別小 他更沒有辦法全面的掌握跟全面的去看 所以他就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好勝 非常非常固執 所以這個其實跟心智的成熟上面還是有這種關係的 好 那當你說大家都媽 我剛才講輸有什麼關係的 為什麼不能這樣講 第二句是大家都媽會輸 當你說大家都媽會輸的時候 孩子會想說我才不要當大家 我才不想要輸 那我不是大家 所以這一類的NG我們要怎麼改 我們要怎麼改 聽到的話稍微比進一下 我覺得會幫助到你的教養很多很多 好大人要幫這一 在給孩子一些回饋的時候啊 跟孩子講一句話 就是請他把書 就是大人要幫他把書的感覺講出來 我示範一下 我示範一下 好來 你不喜歡書對不對 你覺得書很討厭對不對 好 我也很討厭 再示範一次喔 你不喜歡書對不對 好 那你很討厭書對不對 嗯 我也很討厭 好 這句話 你畫一百個筆記都要把它畫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講 才會讓孩子覺得被同理跟被安撫 好 再示範一次喔 你不喜歡書對不對 你很討厭書對不對 好 那我也很討厭耶 我也很討厭書耶 OK 這個時候孩子會張大眼睛 張大耳朵 來聽你的引導 可是如果你講的是書有什麼關係 你是把他的耳朵蓋起來 把他的眼睛遮起來 因為他連理都不想理你 所以差一點點就差很多耶 這四個NG啊 等一下開完你就知道 真的都是我們常常在講的話 可是在我們的分析之下 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都是無效的管教 我們都有在教 可是我們都沒有輸到孩子的心裡面 還有沒有同理到孩子 這很可惜 這就很可惜 這是第二個NG 好來第二個NG喔 Eva你說你都跟孩子講說 輸了沒關係 下次再努力 好還不錯 雖然有講輸了沒關係 可是你有給他一個方向 下次再努力 我覺得還行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更好的是 也可以跟孩子講 大家都不喜歡這種書的感覺 我也不喜歡 所以我同理你 我能同理你的感受 我能同理你的感覺 我們不是要教孩子同理心嗎 可是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先同理孩子的感覺 當我們同理他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教同理心啊 你說王老師講的這一段 有沒有道理 所以這是第二個NG 好再來第三種NG 第三種NG 好來第三種NG 叫做不行就不行 哭也沒有用 當孩子輸的時候 或者是在挑戰規則的時候啊 有些人的教法可能就是這樣 不行就不行 哭也沒有用 好來 呃 我常常在很多的演講 跟很多的座談會裡面 討論到這一個 我認為這一類的家長 我必須要講 他是有原則的父母 沒有全部都錯 沒有全部都錯 可是我在教大家的時候 我說對你的教養要有原則 要不能讓孩子隨便的破底線 可是我也跟大家同時講另外一句話 基本上我每一場 每一場講座我都會講到這一段 齁 同時你也要做一個有彈性的父母 你可以當有原則的父母 但是在原則之內 你也要當有彈性的父母 好怎麼說 怎麼說 好 因為如果你就直接當孩子輸了以後 在哭鬧的時候 在耍耐 在 在 又要繼續再討的時候啊 你就跟孩子講說不行就不行 哭也沒有用 好 這叫做火上加油 缺乏 缺乏彈性的 的句型 好 你堅持的原則 但是 這句話最重要喔 你堅持的原則 但是你沒有教 教到 輸贏的觀念 再講一次 請化重點下來 你堅持的原則 你做到了 你是個有原則的父母 但是你沒有教到 輸贏的觀念 這就是今天要 要講的很大的重點 我們過去有沒有 教到輸贏的觀念 還是我們都在教 輸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你覺得的小事 是我覺得的大事啊 齁 所以 所以我們沒有教到 輸贏的正確觀念 那 你也沒教到他輸了以後 可以怎麼辦 我常常看到這種 這種 這種交法 你跟他講 哭也沒有用 請問你下一句話 可以跟他講說 那你可以怎麼辦嗎 沒有 我們都停在 我們都停在前面 2600位爸爸媽媽 還沒進來的 趕快進來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趕快進來 part 2 我們現在在教實用的方法 方法在part 2 那例子呢 在part 1 你都可以看一看 好 來 我們沒有教他解套的方法 你知道孩子在輸了以後 會哭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稍微寫下來一下 然後你複習的時候 你再想一下這句話 孩子在輸了以後 哭的時候啊 不見得是你認為 或是你認定的耍賴 他在輸了以後的哭是 他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他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自處 該怎麼辦 我當機了 我覺得人生毀滅了 我覺得現在下一步 我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前進了 因為我沒有被教到 沒有人告訴我應該要怎麼辦 所以他哭 崩潰 生氣 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辦 好 那如果他的心理因素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辦 而不見得完全都是輸了 然後再耍賴的這樣的一個心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告訴他一些方法 可是我們卻告訴他哭也沒有用 請問後面點點點什麼才有用 好 這就是我在談的教養 我在談的教養都蠻簡單的 但是應該蠻實用的 你說對不對呢 如果對的話 請你給我們一點回饋 讓我們知道說王老師教養真的很實用 而且真的很打中現在孩子的心理 很打中現在父母的教養 好來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給大家八個字的訣竅 先記下來 理性溝通感性建議 好理性溝通感性建議 為什麼在書之後要理性溝通呢 因為要保持你的要堅持你的原則啊 要堅持你的原則啊 要當一個有原則的父母嘛 你不能隨便破底線 但是後面那四句話 四個字也很重要 感性建議 你給過孩子怎麼樣有彈性的建議 你可以怎麼做啊 你可以怎樣啊 你輸了以後可以怎樣啊 我知道我也討厭輸 那現在你可以怎樣啊 或者是我也很討厭輸 你可以試 要是我的話我會怎樣啊 我們有沒有做到這一段 這是今天整整段直播最重要的value 最重要的價值在這邊 我們有沒有給過感性的建議 我們可以保持或者是堅守我們的原則 但我們有沒有給過感性的建議 或者是他可以做到的那個建議 還是我們都在硬碰硬 還是我們都在硬碰硬呢 所以教好勝心很強的孩子 千萬不要硬碰硬 2600位爸爸媽媽 教好勝心很強的孩子 千萬不要硬碰硬 好寫下來喔 第四個NG句型 NG句型第四個 沒有人像你這樣 你都幾歲了 輸了還在那邊哭 像話嗎 沒有人像你這樣 你都幾歲了 輸了還在那邊哭 這叫做貼標籤句型 這叫做貼標籤句型 因為這種教法沒有就事論事 沒有就事論事 孩子很想要得到勝利 孩子很想要得到第一 很想要去爭第一 孩子很想要爭取目光或注意力 這才是他的目的 孩子想要爭取目光或是注意力 這才是他的目的 然後呢 結果 他最後的結果是被罵壞孩子 被罵壞孩子 所以孩子感到我在意的點 你都沒有看到 我在意的點 你都不跟我討論 最後他就會更生氣 最後他就會更生氣 然後呢 只用情緒這件事情 來處理他的輸贏 只用情緒這件事情 來處理他的輸贏 所以你看NG1234 你說跟教養有沒有關係呢 好勝心很強可能是天生 可是呢 要引導好勝心用在正確的地方 這可能是後天的教養 這叫做四個NG 你有沒有學到一些呢 好再來喔 接下來就是這個板子 我覺得蠻重要 這就是Part 2 我要教大家一些實用的 接下來我把好勝心很強的孩子 然後分成常見的四種類型 四種類型 好勝心常見有四種 第一種是愛證第一的 第二種是輸了就生氣的 第三種是 要大家都聽他的喔 要大家都聽他的 第四種是很愛比較的 很愛計較的 你說有沒有 有的話趕快進來聽 第二段的實用方法跟分析 好這四種 好勝心很強 分別應該要怎麼樣教 都只要教一件事 真的都只要教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逆轉 你就可以讓他們 就是變得比較能跟你溝通 不會一直停在他的輸贏 停在那個輸以後的那樣的一個情緒 你家的孩子會不會有這幾個呢 然後有人說權重了 好來 那有人先問我說輸贏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過程這樣說OK嗎 等一下你聽了就知道 好來 黃小平你說沒有人像你這樣 這個不能說 好勝心是天生的 後天的教養很重要 對沒錯 第一方說怎麼辦 媽媽權重 沒關係 從今天開始改 永遠來得及 這就是黃小的教育育兒寶典在跟大家談的 第一 丁瑞珍媽媽你說女兒權重 權重也沒關係 我覺得權重也沒關係 我必須我還要 還要鼓勵大家 有一些好勝心的孩子其實是好的 好勝心就是孩子有一些好勝心其實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可以幫助他未來成功 可以幫助他未來成功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整集就是 我剛才在講的 好勝心太強 太強 太強變成很多很多的情緒 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不好 第一種 愛真第一的小孩有沒有 你們家有沒有那種很愛真第一的呢 很愛真第一的 好來 這個我給大家一些 一件事要教 獎勵過程跟完成 然後呢 不獎勵誰比較快 不要獎勵誰比較快 這一類的小孩 多啊 超級多的啊 我講完了以後 你自己看有沒有中 真排位置要真排第一啊 好 然後真誰比較快啦 真誰比較快啦 真成績誰比較好啦 好還有很無聊的喔 但是我認為家家戶戶都會遇到喔 走個路真誰走在比較前面有沒有 有中的話請跟我老師講說 真的 我家的小孩也是這樣 齁 我跟你講我家小孩也曾經這樣 齁 所以我知道 只要是小孩可能都會中 齁 只要是小孩可能都會中 很無聊 走路就要真誰比較前面 你說這個對你們到底有什麼意義 好那我必須要幫他們講喔 講講話 這個對他們來講還蠻重要的 對他們來講還蠻重要 這是一種自我認同吧 我覺得是齁 啊至於是怎麼樣的一個自我認同呢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小朋友 你明天他醒來以後 你就可以問他說 欸王老師說你們 你們連那個走路誰走在 走在最前面 這件事情你們都覺得很重要耶 齁 你們都覺得很重要耶 是不是這樣子啊 告訴你 對 越小的越會覺得說很重要 齁很重要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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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把這一頁寫完 只要把這個畫畫畫完 只要把那個什麼小作業做完等等 就會有獎勵 或者是在什麼條件之下做完 而不是筆快的 我要看誰寫得比較漂亮 我要看誰寫進格子裡面 我要看誰被擦掉是最少的 導引他的整個重點 不在於真先恐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比成績的 就要跟他講 我沒有在比成績 我要看的是進步 讓孩子不要結果論 讓孩子去重視過程 這一類真第一的 你罵他也沒有用 他的基因裡面就已經有好勝基因了 真的 人類就是有好勝基因 好勝基因會幫助你進步 但是太過好勝的時候 就變得不好教了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很無聊的啊 很多人都不會教啊 好來 就是我剛才講啊 走路都要兄弟兩個 或姊妹兩個都要比誰走在前面 好 這時候我會跟他們講說 我看誰不超過我 我就獎勵他 我看誰不超過我 好 我就獎勵他 他們兩個不是在那邊比嗎 我就跟他講說 我看誰沒有超過我 我就獎勵他 弱化他們的比較目標 這句話記下來 如果你的孩子很愛去爭第一的 請你去弱化他爭第一的目標 好 導引回來到你的重點裡面來 獎勵你的重點 不要讓他們一直在他自己的焦點裡面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愛證第一的教法 有沒有中呢 第二種 輸了就生氣的 有嗎 有的話來畫瞎一下 或有的話給我們一些表現符號 讓我們看看 到底有多少小孩是那種 輸了以後就生氣的 有嗎 輸了以後就哭 輸了以後就生氣的的孩子 有沒有 輸了以後有沒有 好 來 很多人都在看直播 那我相信這個直播應該可以幫助到大家很多啦 好 來 我們趕快講喔 這一個叫做 方法是教他說出感覺 教他冷靜的方法 好 教他說出感覺 教他冷靜的方法 這個是 這一類的好勝心很強 是最多被交錯的 是最多被交錯的 因為大家就像我前面十分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前面十分鐘講的 大家都是封鎖他們輸了以後的情緒 其實最該教他的是 你在輸了以後有情緒的時候 不該做什麼事情 應該是要教這個 而不是封鎖他的情緒 跟他講說 你如果要生氣就不要玩 你如果要玩的話就不要生氣 這個教法太簡單了 但是我們一直大量的在使用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到 教他說出感覺 或是你幫他說出感覺 我知道輸了以後很討厭 我也很討厭 我們大家都討厭這件事情 結果讓孩子可以被引導到 可以被你教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教他冷靜的方法 我們有沒有教過孩子可以冷靜的方法呢 在情緒教育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有沒有教過我們自己的孩子冷靜的方法呢 我們現在想一想 我們現在花個十秒鐘 我們自己想一想 我們有沒有教過孩子 你可以怎麼樣冷靜呢 還是呢 我們都一直在指責孩子 你不冷靜 然後你都在亂生氣 我想多數的家長是後者 所以教孩子冷靜的方法 包括當你輸了以後你可以去喝水 當你輸了以後你可以去角落生氣 當你輸了以後你可以去畫畫 當你輸了以後你可以去玩黏土 當你輸了以後你可以去玩你的球 這些冷靜的方法 平常就要跟孩子討論 不要臨時抱佛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畫到重點呢 教他深呼吸也可以啊 但有些孩子覺得深呼吸很無聊啊 所以也行啊 如果你孩子接受的話 平常跟你討論他願意這樣做 而且他在生氣當下 輸了以後有情緒的當下 他可以去執行你們共同討論出來的方法 包括剛剛很多的媽媽講說深呼吸也行啊 那Kerry你就說深呼吸沒什麼效嘛 那你就要去找 你平常要跟孩子討論 我剛才提了很多可以冷靜的方法 去喝口水 去角落生氣 去畫畫 去玩黏土 去打球 這些叫做提供他方法 而不是封鎖他輸了以後的情緒 平常就要討論 平常就要討論 好不好 好 來有沒有很實用 你有沒有覺得聽到這邊的時候 兩千四百位爸爸媽媽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很蠻實用的 好 就是真的不太一樣 跟平常我們在教的方法不太一樣 再來第三個 要大家都聽他的 不想輸 要人家聽他規則的孩子也是一票 不想輸 要人家聽他規則的孩子也是一票 我必須要講這一類 團體中有很多 不信你去問幼兒園老師 團體中有很多 不信你去問幼兒園老師 這一類的小孩是怎樣 他控制力比較強 他的好勝來自於他的控制力是比較強的 在教育上面啊 我特別提醒一件事 我們要注意 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鼓勵他的方式 要注意鼓勵他的方式 譬如說 分程度鼓勵 這就是我第一個提醒的 做得很好 就是大大的讚美 好 那做得有很不錯的進步喔 好 給他大鼓勵 好 那做得不錯 還有努力的空間 給他小鼓勵 嗯 沒有做得這麼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鼓勵 我們跟他討論 好 所以你看 連鼓勵跟讚美我們都要分程度 我們不能大事或小事都 你好棒喔 對啊 你做得好好好棒喔 你怎麼會啊 我怎麼都不會啊 不行不行不行 這就不行了 好 因為這一群好勝心太強的孩子 會在於 會變成說 我們大事小事都用同樣的讚美的方式 或同樣讚美的程度啊 他們就會麻痺 他們就會更需要再更強的這種讚美 然後來滿足自己的好勝心 所以這叫做第一個 分程度去鼓勵 第二個 很多的這一類的孩子啊 需要被教自我分析行為 也就是說這一群的小朋友啊 控制力比較強的好勝心啊 他們常常很自我 他們常很自我中心 所以這一群的小朋友需要什麼 因為他比較不能融合團體 他需要合作型遊戲 他需要合作型遊戲 等一下 等一下直播結束了以後啊 如果你們需要 你們需要 就是如何正確教書營觀念的教材 還有一些文章的話 我幫大家整理了一篇 我等一下會請小編 還有我自己有空的話 我會發給大家一下 你可以自己來說去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我需要文章 我需要教材 我們有看到的話 我們就會傳給你 那一定 我要提醒各位 不管你是到YouTube上面去看 我的YouTube上面啊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不管你是到王者育兒寶典的YouTube上面去看影片 還是你是在FB上面看影片啊 我會建議大家都要把影片看完 先聽完我說明了以後 再去索取講義 這樣才不會浪費 因為你會很快的看得懂 而且你的基礎版跟進階版同時都拿到的時候 你就會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閱讀起來會非常非常快 如果你沒有看影片的時候 你就去拿文章 那常常會有一些段落會看不懂 然後會覺得很深 所以我把基礎版進階版 這樣子把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這才叫做是一個完整的一堂課 而且是比較有系統 比較有組織的一種教學 讓大家知道 原來教小孩要從基本的先開始 然後慢慢的進階 孩子有進步了以後 我們下一步又應該要怎麼樣做 這就是我喜歡的教養 好不好 所以要看完影片喔 真的一定要看完影片喔 需要教材的 需要文章的 你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有看到的話 會送給你們 好不好 所以這是第一種 最後一種 你的孩子呢 有沒有很愛比較的 所以我剛才在那邊忘了講喔 我們在給大家文章跟教材裡面 就有團隊合作型的遊戲 來改變這一群 很喜歡大家聽他的規則的這一群小朋友 他平常要玩一些團隊合作型遊戲 也歡迎你們在六日的 禮拜六 明天禮拜五禮拜六啊 兩天啊 都可以到天才領袖來 我們有很多很多團隊合作型的桌遊 我們有很多團隊合作型桌遊 然後呢 可以訓練這一群 就是那種控制力很強的啦 要人家聽他規則的這一群的小孩 所以這是要練他團隊合作遊戲 最後一種叫做 這種好勝心強勢 很愛比較 很愛計較 很愛比較 很愛計較 有沒有這種小孩 有的話請告訴我 來你們 媽媽們 爸爸們 你們小朋友 會不會很愛比較 很愛計較 好 來 這一種小朋友 的好勝小孩 來 有兩個 有兩個最重要的事情 教他讚美別人 跟教他肯定自己 這種好勝小孩啊 常常計較什麼 他有 我也要有 然後呢 他可以 我也不能輸 還有 甚至你有沒有聽過這一句 為什麼你都說他好 你都不說我好 有嗎 趕快 趕快來講 你有沒有聽過你的小孩 尤其是家裡面有手足的 你不能稱讚弟弟喔 你稱讚弟弟喔 你稱讚弟弟的時候呢 哥哥會很生氣喔 會說你為什麼都說他這樣 為什麼都沒有說我這樣 好 倒過來也是喔 你稱讚哥哥的時候 弟弟就說 你為什麼都說他 他很乖 你為什麼沒有說我很乖 來我今天自己也有怎樣 你知道好勝竟然是用在這種計較跟比較上面耶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我講的例子有沒有中 我講的例子有沒有中 好來 吳婉華媽媽 你說有 愛計較愛比較 好 OK Rachel你說有 真的是這樣子 有沒有這種 你還不能鼓勵另外一個人喔 你講別人好的時候 他會覺得 他會計較 你怎麼沒有說 你怎麼沒有說我好 我歸納這種愛比較的好勝小孩 我發現喔 或許你會覺得他們這樣很煩 很愛比較很愛計較 我們也沒有在比阿 對啊 為什麼你自己那麼愛挑到那個比較裡面去呢 好 你知道你 你常常沒有看到這一類的小孩喔 他 他有 他有一個特質 你要寫下來 這一種愛比較 愛計較的小孩 他不會肯定自己 他需要別人去肯定他 他不會肯定自己 他需要別人去肯定他 這是第一個 他自己的個性上面的氣質 所以你要常跟孩子講一句話 就是 別人好 不代表你比較差 寫下來 兩千位 爸爸媽媽 別人好 不代表你比較差 別人有優點 你也要有 你也有優點 好趕快趕快把這些筆記記下來 我講過了以後就沒了喔 好來 別人有優點 你也有優點 所以你不用比 爸爸媽媽也不會把你們放在一起比 好 而且要多提醒這一類小孩 自己看到自己的進步點 不要完全只有看到結果 不要只有看到結果 好 所以你看 所以我的整個重點就是 教他讚美別人 這一類小朋友也不太會讚美別人 所以他不准你讚美別人 你平常要幫他練習 你也讚美一下哥哥 哥哥也讚美一下弟弟 然後也教他什麼 也教他肯定自己 好 今天的這一集啊 好勝心太強 好勝心太強 其實就是跟 其實就是 就是跟教母的方式 你有沒有聽完了以後 你就發現說 真的跟教母的方式 是有很大很大的關係耶 有很大的關係耶 不知道透過這一集的直播啊 你有沒有學到一些一些 一些新的一些觀念呢 好 如果你想要拿到教材文章 還有我們建議的這種 交書營的合作型的桌遊啊等等啊 請你告訴我們 我們等一下呢 會派小編 還有我自己 我自己 有空的話 我們會把這些連結貼給大家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些方式的話 你覺得聽完了以後 對你來講真的是太實用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方法 而且這些方法 可以引導我重新思考 我的教養的方式的話 欸 請給我們一些鼓勵 好不好 那很實用很實用的話 記得每個禮拜四的晚上十點 一定要來聽 王者教養樂寶典的這個直播 好不好 我們下個禮拜見 使用要覺得 要覺得很實用的話 要記得幫我分享喔 掰掰